主料,低粉250克,黄油123克,蛋黄1个,水2大勺,盐1克,蜜饭150克,辅量,醋,西红柿,黑橄榄,鸡蛋,西生菜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面粉煽好,放入盒子中,蛋黄加入水打匀,加入面粉中,盐1克,黄油融化加入面粉中,揉成团, 放入保鲜膜中,包好,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,改成圆形,放入炭盘中,去掉多余的边,中间插洞,烤箱200度,20分钟,米饭用盐和醋调好,将米饭铺在披发上,摆上煮好的鸡蛋,西红柿,黑橄榄,西生菜,淋上用醋和盐涨好的汁,烹饪技巧,披发皮要先烤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